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他负责工程建设的监管 初中时他就跟着父母搬到了广东江门 后来在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人文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读完了专科 2010年 10年19岁的聂云成从广东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创业 卖手机 这一年是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迎来锦吨式发展的一年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iPhone4 在这年6月上市 并在随后被引入中国 但聂云成却在手机店开业没多久 就遭遇了滑铁炉 无奈之下 他决定用免费帮客人刷机和越狱装软件来吸引客户 这也由此让他赚到人生第一桶金20万元 后来 2011年电商崛起 线下实体店受到巨大冲击 就关了手机店 拿着20万积蓄盯上奶茶行业 因为茶饮有一大特点 它可大可小 往大做可以把中国年轻茶饮做起来 往小做可以从一个小档口做起 2012年5月12日 聂云成的第一家奶茶店在广东江湾亮相 取名黄茶 慢慢发展 到2015年年末 黄茶在整个珠三角地区已经有了近50家门店 后来因为越来越多的山寨黄茶店 放弃自己用了5年的品牌 将黄茶改名为自己花了70万元 买下的新商标喜茶 而就在革命喜茶的同一年 它成功拿到了IDG资本和投资人何波玄一亿元的A轮投资 后者是曾经可以和娃哈哈翻庭抗礼的饮料品牌乐柏市的创始人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喜茶在43个城市开出了390家门店 仅2019年就有新增门店220家 其中主力店157家 购店63家 2019年全年共推出241款新品 涵盖茶饮 热卖面包 喜茶甜品 茶吉克特条 喜茶喜拉朵 喜茶实验室等系列 在销售数据上 北京朝阳大跃城店 2019年共卖出113.769万杯 为年度冠军门店 广州惠福东热卖店则在2019年10月3日 创下了喜茶的单日销售记录 当天卖出饮品4879杯 而深圳直接创下了全程一年销售超2000万杯的业绩 而聂云成目前是5家上处于存序状态公司法定代表人 在4家在业或存序状态公司担任股东 6家公司担任高管 拥有7家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实现这些成绩的聂云成只有29岁 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 并以45亿元财富登上胡润富豪榜 他显然已经是同辈人中的佼佼者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带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